Let's go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技术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车排量小了 科技配置越来越高 省目月薪仪表盘啊 大使送中物品啊 足以多项调节啊 LED大当啊等等 能配上肯定一律配上 当然随着90后的购买力逐渐增加 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和众多车企的目标消费人群 车企也开始注意打颜值排和堆料排 希望用更时尚的外形 更多的科技配置来吸引用户的关注 其中有一项配置成为了大多数车型的标配 那就是发动机的启停技术 一般来讲 这项技术可以提高一定程度的燃油侵畸性 因为等待红灯时 发动机处于长时间低缩运转的状态 不仅浪费燃料 还容易导致气坦发生 影响发动机使用寿命 所以在等待红灯的时间里 让发动机暂时休息 等于既节约了燃料又保护了发动机 两全其美有没有 但是其实这项技术 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进行的 由于每个国家路况不同 车手的驾驶籍外不同 如果你有遇到下面五种情况 请关闭这项技术的使用 启停请关闭 1.堵车路上请关闭 2.开工条时请关闭 3.上下坡道请关闭 4.低速驳车请关闭 5.涉水行驶请关闭 以上五种情况 都是在这种状态下使用发动机启停技术的禁忌 所以科技是把双刃剑 有利有利 买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并不是科技配置越多越划算 2.0